当地时间9号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·亚沙雷维奇 远程参加了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亚沙雷维奇表示 加沙地带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状况 亚沙雷维奇称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报告 仅在卡麦勒阿德万医院 上周就发现了60例 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病例 亚沙雷维奇表示 目前加沙地带有超过一万人 需要离开该地 接受专业的医疗护理 这些病人已不能再等下去 他再次呼吁开放 拖往加沙地带的所有口岸